哈囉 下一場的講者是Yuri 然後我們把時間交給他請掌聲歡迎 好 大家午安 那我是Yuri 今天要利用30分鐘的時間 帶大家很快速的認識Headless UI 然後也會透過簡單的範例和這套套件 Reactable的快速的介紹 來瞭解Headless UI的應用 不過今天大家就帶了輕鬆的心情看就好了 對 不用太那個 好 我們先從前端可能會遇到的開發日常說起 就是我們可能會遇到PM或是User給我們的需求說 我們想要在產品裡面新增一個 比如說形式力這個功能好了 那這個形式力功能就還蠻複雜的嘛 介密也很複雜 對 那他可能甚至會要求你說 你可能要在兩個Spring裡面 你要就要開發完成 好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直接先從網路上找Solution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有一個套件 叫Big Calendar 很順利的你找到它了 那它也有提供很清楚的範例 然後它的功能可能也是你所期待的 對 好 正當你覺得這個套件可以拿來做使用的時候呢 其實你的Designer就給你這樣的 MARGO或是像這樣的MARGO 你就會發現 欸 怎麼跟這個套件它預設介面差很多 所以你可能會回頭看一下說 欸 它這個套件它有沒有提供你一些 預設的樣式 樣式或是可以 你可以去自己Customize它的這個Style部分 那它又有說它有 預設的Style 然後它也是用 它是用SARS的檔案 讓你去Import它 然後去Override這個SARS的這個變數 去達到客製化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你可能就會回頭看一下 我們專案的TestDeck 那如果假設你是個 純CSS首科檔 或是你本身就是用SARS的話 那基本上改起來應該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痛處 但是假設你是用其他的 Rainwork或是工具去 Build你的Style的話 像是Style Component啊 或是Tailwind啊 甚至是你已經有用一個UI Library 叫Material UI或是M Design等等 你可能會覺得 欸 這個可能就不是很好改了 好 那再來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說 欸 那個Designer給我們的樣式 跟這個套件它預設的樣式實在是差太多了 所以到最後你可能會發現有些地方 你可能會改不動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做出User或PA他們 想心目中想像的那個樣子 好 那我們這時候就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 這個套件它可以 只讓我們去用它功能的部分就好了 那UI部分完全用我們自己去做控制 所以就有一個Headless UI的概念出來了 就是說開發這個套件的人 他只需要專注在開發功能的邏輯 那使用這個套件的人 他只要他可以去對他的外觀或是樣式 可以去做完全的控制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或許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去讓我們去做這個套件 好 那我們就從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開始講起 今天我們想要做一個功能叫做翻硬幣好了 那翻硬幣大家就可以想像 我們就是用一定的機率去決定 它要渲染出正面或是渲染出反面 好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因為字有點小 給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就我們就是可能會有一個很簡單的prototype出來了 好 就是我們用random的值 小於0.5就是正面 那大於0.5就是反面 好 這時候design進來了 我們就會加一些design的code進去 我們幫他加一個圖片 好 這時候就有一個新的需求進來了 我們有一個marketing page 他想要去選擇性的去show這個label 那我們就是透過這個prop的方式 讓這個原件可以更加的彈性 去選擇說他要不要去顯示這個label 好 那再有另外一個新的需求了 就是說我要在界面上可以讓user去 手動的去執行這個翻硬幣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多一個show button的這個prop 那我們去決定說要不要讓user去 手動的去翻這個硬幣 我們可能要多一個state去做這個 翻硬幣的這個random值的狀態管理 然後我們要多一個事件去讓 掛在這個UI上 好 所以就會像這樣子 我們去根據show button去決定說 要不要去顯示這個reflip這個button 然後再來根據我們state裡面 存了一個叫free result這個random的值 去決定我要產生這個正面的或是反面的 所以大概就是像這樣子的功能 好 那這時候你的專案可能就告一個段落了 可是這時候可能另外有一個人就會跳出來跟你說 欸你這個原件寫得很好 我們來共用一下這個原件好不好 我們讓他再做一個叫rodis這個原件 好 那這時候呢你就整理出了 rodis它這個原件會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功能 比如說它跟翻硬幣一樣它需要去重複執行 那它會有兩種結果 那翻硬幣的話是正面跟反面 那可能這個紫骰子可能就是贏跟輸這樣子 不過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跟 它翻硬幣跟紫骰子都是完全不一樣的interface 呈現出來的畫面都完全不一樣 那再來的話就是他們的培率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像比如說翻硬幣是二分之一 那可能這個rodis它的預設的賠率是六分之一等等 好 這時候你可能就有兩種回應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說你覺得這個UI差太多了 你覺得沒有什麼可以共用的地方 那你可能就安全下裝了 好 那再來就是你很有自信的說他們的邏輯其實很像 只是UI不一樣而已 所以你們就你就把它寫在一起了 但是後續如果說這個rodis或是這個翻硬幣 它又陸續就是有很多新的需求 就像剛剛翻硬幣這樣一直有新的需求進來 那你很有可能就是說 你要在這個同一個原件裡面去做不同的判斷 跟渲染的方式 所以後續你就會發現這個套件會越來越難維護 好 所以我們來嘗試一下剛剛講的HeadlessUI要怎麼去實作 好 我們首先呢 我們試著把這個剛剛的那個邏輯 先抽取出來那UI的部分我們就不要去實作 好 我們建立一個COINFIG的這個原件 那它呢 一樣的跟一般的REA原件 它都有那個預設的Trojan的這個prop進來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把剛剛的那個翻硬幣這個state的相關的這個程式寫在這裡 那最後Return的話我們把這個 我們會Return兩個值 我們會Return Trojan兩個參數 一個是Rerun Rerun就是會參考到這個HandleClick setState的部分 那isHead的話我們就是做一個簡單的判斷 就是只要判斷這個FigResult是小0.5 我就告訴Trojan說現在的結果是正面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做出 第四個版本的COINFIG 那COINFIG的話一樣的 我們把這個showlabel跟showlabel一樣當它的prop傳進來 然後呢 我們在最外層夾了一個剛剛建立的COINFIG logic 那COINFIG logic我們剛剛有看到嘛 它會給我們trojan兩個參數 一個是Rerun的事件 一個是isHead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Rerun掛在這個refill的這個button上 然後透過isHead去判斷說 我要顯示正面或反面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初步的這個 邏輯和UI分離的一個操作方式 好 那接著我們要回頭看一下那RAWDICE呢 RAWDICE我們要共用這個headless component 所以我們盡可能再把這個COINFIG logic去做抽象化 所以我們把名稱 我們把這個state裡面底下的這個random值 我們就叫random 然後呢 原件名稱我們就改成probability 就是一個表示是一個機率管理的一個原件 那除了trojan以外 我們傳入一個制定的prob叫threshold 就是培率的意思 好 那這兩個事情都一樣 那再來的話 我們的事件我們也不用叫 我們也不要叫handle click 我們讓它更彈性一點 我們叫handle change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給trojan的這個isHead 我們改成result 那result的話呢 我們就把threshold取代這個 我們設的那個定數是0.5 我們讓這個result是根據這個threshold的值去決定說 我要顯示true或false 好 所以我們終於可以做出 第一個版本的這個RAWDICE了 我們一樣就是用這個剛剛建立的probability 把這個ui給夾起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rerun 跟result這兩個參數 去決定說 我要把這個rerun 掛在哪一個事件或是哪個ui上 然後根據這個threshold 根據這個result 去決定說我要判斷贏的ui或是輸的ui 那這邊我們在probability 我們就可以去傳入我們的threshold是六分之一 好 那其實以上這個文章 都是從react table裡面有一個 他們官方文件裡面有一個推薦文章裡面出來的 那這是在2018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寫了這個有關headless user interface component 那這邊其實有一些篇幅 但是基本上裡面的例子都是 剛剛講的都是從裡面出來的 所以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翻翻看 好 那其實如果你對react有點熟悉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 那其實就是很像我們現在很熟悉的react hook的感覺 那react hook是在16.8的時候 跟著這個fc一起推出的 那他其實重點就是說 我們他是突破了寫class component限制 我們可以把有關於react state 狀態管理和其他有關於react的一個live cycle的控制啊 或是一些實踐都包在一個存函式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hook去幫助你去 將這個原件裡的這個邏輯抽離出來 然後呢讓他變成是一個可共用性的函式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 其實就跟前面提到的那個操作方式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好 所以接著我就在把 剛剛的例子呢 用hook的方式再reflator一下 我們就是叫一個hook叫use probability 那use probability呢 就跟我們前面那個headless component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們只要傳入threshold就好了 那我們在最後return 我們也只是很簡單的return rerun跟result 那在我們的roaddice的部分 我們就只要在原件裡面去呼叫這個user probability 然後傳入比如說我們的賠率是六分之一 那這樣我們一樣也是可以取到rerun跟result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寫法就跟 剛剛的那個寫法就簡潔很多 然後呢重點是我還可以對這個user probability去做測試 好 那接著就來進入一下這個readd table的介紹 那這個readd table介紹 它一開始就是說它是一個很輕量的 而且是可以擴充的這個data table 那是forreadd 那這裡它也有強調說 它會讓你去百分百去控制你的mark out跟style 那它怎麼做呢 其實它就是透過這個headless的design去設計它原件的架構 讓這個原件不是你單純用一般的原件是直接渲染這個原件出來 而是你是用hook的方式去選擇使用他們提供的功能邏輯去實作的 好 那再來它有提供蠻多的這個 算是plugin啊 所以你可以去對這個table做sort啊 pagination啊 或是做group 欄位的group等等 好 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範例的部分 那基本上這就是一個table 然後有一些欄位 然後呢 我們可以對這個欄位去做排序 好 字有點小 那可能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說 這個範例程式它的起手是什麼 那再來我們先看第三行的import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跟一般的原件不一樣的是 我們只是會用它的提供的hook 第一個是use table 那再來我們想要用排序嘛 所以我們會用它提供的hook叫use of by 好 那再來我們 先到最底下 那這底下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們只要去定義 根據它的提供我們的格式 去定義這個column的資料結構和對應的資料 然後再來去提供我們真實的資料 那最後呢把它當prop去傳進這個table 那這個table是我們自己去做的這個原件 好它長在這裡 它會吃我們的這個column跟data prop 那再來呢就有一個重點是我們會用到這個use table的hook 然後把這個column data傳進來 然後呢把我們的hook sort的這個hook 當我們想要再渲染出我們的table的時候 我們就只要在比如說在table這一層檔裡面 去使用它的gettable prop 這個prop getter 我們就會取到欸我應該要在這個table裡面注入哪一些prop 然後再來呢它會幫我們整理 幫我們組成一個叫headergroups這個組header這個資料結構 然後我們就根據這個headergroup去渲染出對應的tr 未進對應的這個prop getter 那再來呢我們一樣的column裡面 我們也可以去用prop getter去取得它的prop 那再來剛剛有提到的就是sort 它可能本身也有自己要給這個table的prop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去取得column底下的這個gasm sort by toggle props的這個prop getter 把它當作一個參數 未進這個get header props裡面 那之後就可以去做這個渲染 再來呢我們的sorthook裡面 可能它也會提供這個column 或一些property 比如說它現在是不是is sort 是不是正在是做排序的 那它現在的排序的生加密是什麼 那它會給你這樣的資料 然後會去讓你去自行決定說 我要去渲染出什麼樣的UI 好所以以下tbody也是類似的這樣的做法 好 那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它在use table裡面 它大致上是怎麼實作的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會很go through的 就是看一下它這個裡面的這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我在prop裡面是傳入column跟data 那plugin就是我們剛剛看到 比如說我們想要傳入usort usort by hook 然後把它傳進來 然後這邊的話會做一些default的prop設定 跟這個plugin的設定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它會透過這個react useRef去建立一個instance 那這個instance它就是我們的這個table的instance 好 那再來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用這個useGateLatest 它建立一個useGateLatest的hook 去建立一個 等於是這個instance的gator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useGateLatest的這個 function 它是會用react.useCallback去回傳它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current值 好 所以的話呢 它這樣做是可以避免說 隱藏的一些memory leak 那再來呢 它會去對這個instance去而刪一些 一些資料 剛剛的probs plugin跟這個hook 那這個hook是什麼呢 其實可以看一下它的 它的實作 它會去定義一些 它預設給這個react table 給這個table的一些propgator 比如說我應該要傳入哪一些prop啊 或是它一些我們制定的prop 那再來呢 它在makeDefaultPluginHook裡面 它會去retain一個物件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在前面範例裡面看到 我們可以去使用 gettableplugs gettablebodyplugs 的一個介面 那它自己就會有一些 預設的這個propgator 好 那再來呢 它這裡的做法是 它把所有的hook 都用一個functiongator的方式 讓我們去取得這個目前的hook 好 所以在 比如說我們的instance 底下的這個gettableplugs的話 它會透過這個makeDefault gator 然後呢 傳入這個hook裡面 它本身也有的這個gettableprops裡面 然後 去把這個prop去做merge起來 那它怎麼去做merge呢 其實它就是透過高階函式的部分 它把 它透過這個makeDefault 把hook本身的這個propgator 跟 我們user自己的props 和reacttable 它本身要給這個table的本身的prop 把它去merge起來 然後回傳一個propgator 那最後最後它就是回傳這個get instance的呼 這個get instance的呼叫的結果 所以我們就可以取到 我們就可以取到剛剛的 我們就可以取到剛剛我們這邊的看到的 gettableprops 或gettablebodyprops這些 一些functiongator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 其實這個reacttable的話 它最近有release一個v8的版本 那這個v8版本它就不叫reacttable 它叫tenstatetable 那這個table它 蠻大的一個breaking change就是說 它不只是支援這個react 它 它甚至可以支援到view啊 solid.js或silvet 這幾個 也算是蠻流行的ui框架 那它一樣也可以強調說 你是可以百分百控制它的mobile跟樣式的 對所以如果說你有興趣或是 你本身 你雖然不是寫react 但是你有 工作上的需求 你需要用到這個table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 試試看說 它在其他框架的支援度是如何 好 那其實我的今天的見識 好我今天的這個結論其實就是 第一個 其實我們的helelessui它其實算 某種程度上是實踐這個關注點分離的這個原則 它讓我們把這個 邏輯和ui的渲染的方式給抽離出來 那再來react裡面呢 我們是可以使用hook 去幫我們把這個function的邏輯 從這個ui中抽離 好 那再來就剛剛也有提到 其實helelessui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去幫我們去 重複利用這個原件它本身提供的程式的邏輯 然後呢也支援讓我們去渲染出所有的我們想要的樣式跟外觀 好 那其實以上就是這些 那我 我在一次介紹到我自己 我是 我是yuri 然後呢我目前是一位前端 那工作有六年的時間 那主要都是用react和type script去 去從事開發工作 那目前呢我也加入了 那目前呢我也加入了 在今年的時候我加入了migo這個團隊 好 那稍微介紹到migo migo是這個 目前的主要市場是在印尼 那它呢是讓這個印尼的所有的 因為在印尼的這個網路成本可能 相較於台灣就是高非常多 所以他們是用這個衛星的技術 再加上一些軟硬體結合的技術呢 去打造一個數位平台 然後讓當地人可以用非常低點的成本 去享受這個影片和這個數位體驗的內容 好 所以其實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來migo這邊談就是討論看看 面談看看 好 那之後是我在去年寫的書是Jazz的這個 有關於語法和核心的介紹 那裡面有一些語法素材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去這些管道可以翻翻看 好 那最後就是謝謝大家的這個今天的參與 那如果對這個簡報有什麼 想要再review或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就是跟我聯絡這樣子 好 那就謝謝大家 哈囉 因為還有一些時間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問題 想要問講者的 沒有 好 那就 謝謝Uli 再掌聲謝謝他 好 好 好